Hello 各位亲爱的观众 老M大家好 感谢收看孙老大师为您带来的DOTA直播比赛解说 现在给大家带来的是2017年国交情赛的败者组第三轮比赛的第二个场次 那么OG对战老干爹的比赛也是咱们中国观众比较关注一场比赛 那么看看老干爹在调到败者组以后能不能更进一步 OG最近的这个状态确实调整回来的也是比较多 那来看看这场比赛双方的一个表现 首先呢一上来咱们还是常规的日常插播一波广告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直播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 也欢迎大家加我的Q群或者关注微博 第一时间了解直播的信息和通知以及预告 也欢迎玩菠菜的朋友们加Q群 那么大家一起聊聊天 另外就是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想用更直接的方法来支持的话呢 那么欢迎大家打赏给我 直播间咱们的这个上面二维码 拿出手机直接扫描支付宝微信或者是通过这个PayPal打赏 都是可以的 好了 那么我们进入到比赛当中来看一下这场比赛 老干爹对战OG BO3第一场上方的一个搬选 这场比赛老干爹是拿出了老十一的一个蝙蝠 夜魔还是交给维多利亚去打 那么OG现在普遍国外队在打这个老干爹的时候 都不敢放维多利亚的船长 那么老干爹这场比赛为了防止这方打这种比较恶心的套路体系呢 也是搬掉了练金跟这个土猫 作为先搬先选的一方OG这场比赛对老十一这个点是 或者更准确一点的说是对于老十一的这个马甘纳斯是给予了足够的尊重 第一手直接是抢了 抢完了以后第二手是补出来了一个猴子 第三四手的搬身方面呢直接是搬掉了这个斯文 防止对方用斯文来针对自己的猴子 那老干爹则是在三四手搬掉了小强和神域 神域这个英雄被搬掉了 那么老干爹这场比赛搬神域应该是为了保护自己的 确保自己的蝙蝠能够打出来自己应有的一个效果 第四手搬掉的是TB 老干爹这样的话是拿出了一个神牛 神牛 这是个中单牛吗 这是个中单神牛吗 难道是 这是个中单神牛吗 因为现在就按照老干爹的这个英雄分位来说 我好像是没见过姚帝的五号位蝙蝠吧 夜魔这个英雄现在也不太可能拿出来去打五号位 姚帝本身用的英雄池里面也没有带节奏的点 都是纯辅助位 maybe倒是打过中单神牛 效果应该说还可以吧 因为现在不太可能出现中单的蝙蝠和中单的夜魔了 这两个英雄作为节奏点来说完全没有后期能力 神牛的话 在单杀方面还是有一些价值 而且这个神牛用来打对方的猴子效果应该说还是可以的 不过话说回来 老干爹那张比赛拿的阵容这么飘 我感觉我这个菠菜要黑啊 还是拿了一个拉西克 哎呦我去拉西克打猴子 还是中单的这个拉西克 那这样的话还真是三四五号位的夜魔蝙蝠和神牛 或者是这个现在真的看不出来 真心是看不出来现在这个 因为老干爹现在的人 我好像我确实没见过这个 这个五号位的蝙蝠或者五号位的夜魔 让姚定去打的 真的没见过 按说你菠菜怎么下的 我离鬼街近不近 离鬼街还是挺远的 菠菜我下的老干爹啊 一血和十杀我都没下 一血十杀这个 最近我猜一血和十杀这个 实在猜的太黑了 不想考验自己这个人品了 并不打算考验自己的人品了 我这个一血十杀最近就没中过 下的都是老干爹啊 这个神哪 最后一首老干爹搬掉的是一个赏金 这是怎么想起来搬赏金的 不过搬一个赏金倒是相当不错的一个选择 这场比赛OG在第四手拿着一个火猫 中单安娜的火猫 加上一号位notail的猴子 配一个马格纳斯 这OG的阵容真的凶这场比赛 第三手是拿出了一个无妖 凶啊 OG这场比赛真的凶 就光看阵容来说的话 而且安娜的火猫最近的表现也是相当相当的亮眼可以说 这场比赛我觉得啊 嗯 虽然说可能可能性不太高 但如果老干爹这场比赛真的拿这套阵容去打的话 可以考虑拿一号位伐木机 对方这个阵容现在是一个零爆发的阵容 完全没有任何的爆发 伐木机拿出来做一个挑战头 今天出一个雪晶石 就是处在一个近乎打不死的状态 对方这个猴子虽然说可以把伐木机的蓝量打空 但是伐木机可以身上就是在有雪晶石的情况下 可以考虑再多买一个魂戒 或者把这个雪晶石稍微晚一点出 把这个魂戒留在身上的时间稍微长一点 猴子这个散尸猴对于伐木机来说 就是可以把这个伐木机打成空篮 但是基本上一辈子打不死 因为AME的伐木机打的效果还是不错的 这场比赛也不太可能去拿熊战 拿熊战也行 熊战虽然清不了幻象 但这场比赛老干爹不缺清幻象的人 神牛可以清 拉西克可以清 蝙蝠也可以清 不过蝙蝠清幻象多少有点蠢 那时候有没有打算弄个反和谐 反和谐现在已经知道的反和谐靠谱的方法 就是买一个外星人手灯 这个现在我看了一下淘宝上面是200多 暂时还没有这个打算 等会都什么时候有闲钱了吧 哪个月要是收入高一点闲钱多一点的话 我到时候去买一个外星人手灯去 虽然钱不多 但是可能很多观众 因为现在还没有足够多的观众去 去接触到这个 就是需要自己一个人去养家糊口这个问题 最后一手老干爹是拿出了一个钢杯兽 咱们有观众直播间观众也是猜到了对方这个钢杯兽 猜到了老干爹这个钢杯兽了 钢杯兽算是一个 其实钢杯兽和这个伐木鸡在这场比赛当中的价值差不太多 都是不害怕对方猴子和火猫输出的点 而OG最后一手给Jerrox拿出一个拉比克的话 这样的也就意味着OG这个阵容是一个完全没有爆发的一个阵容 最高的爆发应该是乌妖的这个大招和马甘纳斯的大招的一步配合 暗示刷猫没有暗示刷猫的意思 这个东西我觉得可能跟我年纪差不多 需要去面对养家糊口这个问题的朋友应该都是可以理解的 就是在自己没有额外的一笔足够多的收入 暗示之前还是要量入为初稍微好一点点 量入为初稍微好一点点 起码这样的话不会在家里面承受太大的一个家庭舆论压力 目标也是有的但是还是要稍微悠着点 不聊这个大叔伤 看来也是这个有家庭的男人啊有家庭的男人没办法 这场比赛老十一的一个神牛啊放了一个老十一三号位神牛 其实从这场比赛呃单纯的去看 前两手英雄的话应该就是一个准备给老十一去打蝙蝠的 但是对方是拿出来了一个猴子 拿出一个猴子的话蝙蝠这个三号位没有清幻象的能力 就有点僵硬了 所以这场比赛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老干爹选择在 呃 三号位的位置上是调整改成了一个神牛 那么让这个姚帝去打一个五号位的蝙蝠 老干爹一上来抢蝠很成功啊 又是一个比较有毒的三幅开局啊 五号位蝙蝠其实刷前不慢的下面八是我面八打的是四号位蝙蝠不是五号位 面八在老肥昂的末期的时候他打的都是一个老肥昂和老干爹当时他都打过一段时间 当时他去打打了一段时间三号位 又打了一段时间科长一段时间四号位 这个四号位的蝙蝠确实刷前不慢 但是五号位的蝙蝠真的没怎么见过 他说我下了百分之五十的老干爹 你们这个不要闹啊 跟你们说了最多下百分之十就可以了 下百分之五十这个太拼了 老十一这里再一个大棒子 这老十一要交一血了 绕了一下Jerrox这里抬一手 Notel这里再给人一个标 他的只拿一刀 我去连标都剩啊 这个我这里打的真的是稳 还在公屏上发自嘲讽一波 也是个战术 也是一种战术 然后过来队一波安娜 这里一个T也中 不过是个一级的拉希克 对方这里开启火盾 身上有群鬼盾 五层游 再追一个平A 一个平A漂亮 两个人的一波平A和J 直接是带走中路的一个安娜 这拉比克支援到中路以后 扔了一下拉希克 但是这个拉比克的举 这个控制技能最大的硬伤就是零伤害 初期的一血是OG里边拿到 那么老干爹这里呢是比较 踏实的去 哎这里顶漂亮 顶到了这个M1 卡一下位 那么再按两下 血量耗掉的一半多 这个钢杯兽这波要回去以后 补很长时间把大药可能要掏出来了 手里边钻着一发大药 把大药一克 无妖也是在下路抢到了一个老干爹家里的神符 还是这波转了 这个赏金神符现在在初期还是很好的一个道具 AIME这里蓝不是太多 但是身上有两颗芒果 有两个摩拜 对方的马格纳斯这个位置 应该是要留一个巨角冲杖准备撤了 哎这个 还是比较注意自己的站位 上路这个神牛感觉又是站位有点危险 蝙蝠这过来单追一波巫妖 巫妖是有一个V1的但是不敢用 漂亮 这里哈皮了一波 而且中路是一波单杀 Maybee的TS吃了个双倍 单杀了一波对方的这个火猫 这火猫怎么被单杀了呢 火猫这个从火盾的CD来看的话 刚才他应该是在没有火盾的情况下被对方单杀的 而且应该是火盾消失了 还不是被打掉的 应该是消失了以后 被这个TS完成了一波单杀 这个T没有中 我估计应该就是刚才这种情况 被这个 Maybee一个预判T也踢中以后 直接追身开一个C 因为这个C不能被火盾挡 这是个物理伤害 这是个物理伤害 不能被火盾挡下来 所以他在追对方火猫的时候 火猫如果身边兵不够多 是跑不掉的 另外就是TS这个 撕裂大地这个技能CD其实很短 他的控制时间很长 他一级不管一级还是四级都是两秒 也就是他的真实CD 其实就是七秒钟 中路的补刀方面 现在Maybee也是完爆了 这个安娜整整超了一倍 正反补都是超了一倍 反补反补反补不是一倍 反补好多 我刚才看创行 看创行了 下路AME现在的发育情况 应该说也还算说得过去 这个巫妖巫妖又去了 中路这里火猫过来怼一波 这个拉希克但是不敢硬追 那这样的话巫妖是肯定死了 巫妖这种位置跑不掉 他只要不是第一时间被对方打中以后 开T的话这是肯定要死的 神牛的加点在上路这段被对方再给上一个T 手里面这个蓝倒是勾方技能的 但是被对方堵路了 有没有人过来帮忙 好像没有人救那死了 这里举起来再给一个平A 老十一被血迹了这场比赛 中路安娜现在是四阶 这里包围过来 一个V铺一层油给一个TC 但是一个撕裂大地重 开CA追身 安娜这波又是要死 人头让吗 让给了 果然是让给了这个Maybee的TS 这样安娜的火猫在中路初七的日子 过的确实是有点艰难 不过话说回来老十一在上路 这个神牛也是被对方杀的比较惨 到现在为止神牛的这个经济甚至 还不如对方的一个拉比克 不过火猫也不如拉比克 前四爷的马格纳斯是绝活之一 这个绝对是马格纳 这个绝对是前四爷的绝活之一 看看巫妖这场比赛现在三级 这场比赛 这个OG拿出巫妖来前期挂中路 影响对方的发育 这个计划是没有成功 这个巫妖由于经常在逛街的时候 被对方给吃掉 等于他对于中路的一个经验压制 不过现在仍然还是有 能够感觉到就是现在老路的这个发育 还是多少受了一些影响 毕竟很多的远程兵没了 前期你杀一个英雄所给的钱和经验 可能还不如杀两个远程兵多 这里帮夜魔逛过来以后呢 蝙蝠提前埋伏好 给铺好火以后呢 直接开始叠油 前四爷这一波也是被直接带走 这个双油的阵容可是有点意思啊 夜魔加上蝙蝠两个人都会飞 这个每一波杀完以后 老干爹应该设置一个文字 对吧设置一行文字 每杀一个人就会发一遍 对吧傻了吧也会飞 老十一在上桌就是被对方干了个爽 其实我也挺服这个老十一的 你说对方这个猴子跟这个拉比克两个人 这么能用技能去消耗自己 你出个魔伴不行吗 你出个魔伴不好吗 这样比赛 看一下这里蝙蝠又来了 前四爷 前四爷这还撞到了蝙蝠 这个地方就是我之前又给大家提 这两张TP 姚弟这个能不能走掉 TP回家漂亮 但是这个AME是死了 在这个地方被对方包围过来 刚才这个马格纳斯的推 就是之前我有给大家说过的 马格纳斯的推是一个周身判定 他不是面前判定 就是你要贴着他的这个菊花的话 他一样是可以给你推走 而且推走以后 他还是会把你顶到他的正前方 不知道他是怎么从裤裆里把你拽过来的 但是反正他能给你拽到他的正前方 这个细节大家以后在用马格纳斯的时候 可以用来再把对方啊 往这个高台上推的时候可以使用 比如这种高台上可以用得到 这场比赛摇地的这个蝙蝠 现在经济是排在全场倒数第二 但是绿蝎已经到手 维多利亚这里被对方怼一波感觉是死了 要飞到高地上吗 这个飞高地没用的 飞高地对方也一样很容易可以获取这个高地的一个事业 这波维多利亚的夜魔的游走是宣告失败 这样的话在第一个夜晚的最后一波游走 维多利亚是被对方击杀 作为结束 那么老干爹现在人头数暂时是一个6比4的领先 经济方面是1000的一个优势 但是对方猴猫的经济已经追上来了 而且猴子的经济现在非常的不错 猴子经济这场比赛已经可以说是一个误解肥了 边路本身在兵线并不是很多的情况下 他在8分钟的时候已经拿到了3600的经济 蝙蝠这段时间是利用这个白天的夜魔不太好 跟自己去搞事情的这段时间去刷一刷野 绿鞋已经出来了以后 也不用担心自己刷野都是掉太多血 而且自己的队友现在并不适合去刷 并不适合去野去发育 拉希克在游戏进行到8分50秒的时候 拿出来自己的一个秘法鞋 加上魂戒加双挂件 还有一个灵魂类和大魔板 前期基础装做的非常的足 在对方猴子做出来伞尸之前 OG这个阵容想要去针对掉这个 拉希克的话 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核心的一个节奏装 一个是猴子的这个伞尸 另外一个呢应该就是这个火猫 火猫居然不做刃甲 打打拉希克出刃甲呀 打拉希克出刃甲 他开这个魔射令追 你开刃甲就把弹他呀 神牛在上路呢 随着自己的这个余阵等级的提高 对方对于他的这个击杀 其实难度已经是越来越大了 而且他现在只有一个一级的沟河 这个一级的沟河 对方拉比格偷过来的话 实际上意思也不太大 就是真的就只是一手控制 下路前四爷的等级也比较高 现在已经是升到了八级 而且经济发育的也不错 2700多 刚背上目前是3600 排在全场第三 跟对方的猴子的经济呢 还是有一点点的差距 老十一这场比赛由于在上路被对方压制的比较惨 所以他的一个节奏作用应该是体现不出来了 估计老干爹这场比赛在十五六分钟之前 还是要依靠这个夜魔和一个 还是要靠着夜魔和蝙蝠这两个节奏点 这场比赛蝙蝠现在的一个跳刀 应该是要比神牛显出 神牛现在手里面 连这个魂戒都做不出来 存款都没有 而蝙蝠现在手里面已经抓着1000的存款了 猴子在用自己的这个魂戒 不断的在消耗老十一的这个血量 老十一其实可以打一打对方的幻象 轻轻幻象挣钱呢 神牛身上已经 哎这个神牛直接交大了 但是一个大好空了 大好像是空了 看看这一波团战神牛被打死以后 火猫被拉回来 nice 维多利亚就拿到了对方火猫的一个人头 这个猴子身上挂着一个小蓝 维多利亚这能不能飞起来 能不能飞起来 没有去飞 对方是反偷了一个蝙蝠的拉 前四鞋这个一个大招 大住了一个没臂的TS TS这波被击杀 但是AME赶到了战场 这个AME现在有点弄不住 现在开始追 NOTEL的这个猴子 现在是一个满级的神经百变 回去上给一个减速 再下一个的 再下一个技能放不出来了 对方猴子身上这个大魔法还是救命了 而且猴子现在由于等级很高 所以他血量不差的 这一波打完了以后 老干爹血亏 老干爹这波实际上是打成了一个 三换二不说 而且是被对方 击杀掉了自己中路无减肥的这个 拉希克 拉希克这波被打了 击杀以后 他的经济收到全场第二个 不过火猫被击杀了以后 安娜的这个节奏又被断了一波 安娜这个选手的特点是在 自己前期劣势了以后 利用野区的资源和线上资源补经济的能力很强 但是火猫这个英雄不是一个 刷野特别快的英雄 火猫这个英雄大部分的时候 还是依靠这个打架打肥的 他不是一个纯靠刷钱能够刷的特别肥 你不是物理火猫 物理火猫你可以刷钱刷肥自己 法系火猫更多的还是需要依靠前妻 这里被对方这个猴子骗了一波 这样猴子现在是跑到了下路 配合这个火猫 配合这个拉比克两个人去把对方的兵线清一清 然后准备来推下下路伊塔 防伊塔都互换吗 好像是要换了 这个两边都没有去守塔的一个意思 下路是一个猴子自己单推 老根爹上路则是四个人在这个防伊塔附近 那么TS是提前选择回去买个装备 经济球挂在身上 第一件装备准备还是裸出一个水晶石 并没有先去说出飞吹风的一个打算 刚才这个OG的安娜这一波就在上路 上路的那一波我没没法分清楚这个 好像我他的这个神牛的大应该是空了 因为当时我看火猫没被晕 神牛贴身的一个大招在没有其他人影响的情况下 是打不掉火猫的满极盾的 但是 当时我看这个火猫本身是没有晕 所以我估计应该是大空了 被这个火猫的一个物影拳给躲了 老干爹现在还是要是稍微忍一忍 再忍个一分钟 忍一分钟到应该一分钟够了 忍一分钟让这个姚帝把这个野区的经济稍微让一让 姚帝这里可以再拉一波野时间应该是够 应该是勉强够 看看能不能拉出来 应该是拉出来了这波 拉出来以后清了三波野直接把这个跳楼拿出来 那么现在这个姚帝的节奏就有了 他的有了跳刀以后呢 可以比较好的去压制对方 除了猴子之外的任何一个人 包括火猫都比较好杀 当然他前提是配合他的人 最少是一个拉西克 拉西克这个地方还是在 他的是刷雪晶 也是马上能够做出来 15分钟 拉西克的雪晶石 加上一个5号位蝙蝠的跳刀 这个节奏就起来了 有一点点 神牛的这个装备现在还是有点惨 绿鞋加上一个魂剑 身上存款也非常少 这个OG要开物 OG的这一波开物要找谁啊 感觉好像是要瞄着这个神牛这个方向过来 这个一波的开物OG找的这个时机是相当的好 对方的这个跳刀是刚刚做出来 而且这个老根爹明显也是想要自己去找一波节奏 这个应该是拉西克买物了 维多利亚买的维多利亚买的 这个物本身应该是姚帝买 但是姚帝刚做完跳刀身上存款只有十几块钱 这波开物我撞 中间对方第一个看到的是一个刚被烧夜魔 这里给上沉默 减速蝙蝠跳拉拉回来 这个火猫就死了 TS过来给上一个T 这个撕裂大地是被对方前四爷的大招给打断了 选择是调整了一下位置 这里对方是偷到了一个板吗 果然是偷到了一个板 三级的一个板 看一下NOTEL的猴子 这个是散尸的第一波被给上一个沉默 直接一个撕裂大地带走 NOTEL这一波的节奏被断了 这个开物第一波非常非常的成功 非常非常的成功 当然了我是站在这个老干爹的角度讲 对方这个自己这个 想下驱找不着带份儿的弹啊 结果没想到对方自己磕了个份儿出来 送上来一波 那么这一波团战打下来以后 老干爹虽然说跟对方打成的是一个二换二 但自己交掉的是一个五号位和一个 呃说是三号位 实际上经济跟五号位差不多的神牛 而这是拉西克的雪晶石的第一波 雪晶石直接是涨了两点 很多观众表示说这个石杀收菜了 这样拉西克在雪晶石以后 第二点装备直接奔着BKB就去了 因为BKB以后可以 无视这个猴子散尸的一个法力损毁的效果 就是破法的这个效果是可以无视掉 那这样的话就接下来主要是看 拉西克能够在自己BKB的时间里打出多少输出 拉西克这个英雄如果有BKB 对方没有足够多无视BKB的输出的话 他的这个输出真的是可以期待一下 因为这个英雄他只要开着BKB 冲进人群里就可以了 撕裂大地这个技能能放出来几个 这个随缘 然后呢放出自己的一个闪电风暴 这个技能呢可以多放两个 然后开着C开着V往人群里头一扎 只要BKB结束之前从人群里出来 这个英雄面对OG这场比赛这个阵容 是不会出现太大的依赖 当然前提是把BKB开出来 不要被前C一个大招定住就行 这里神牛被对方板一下 这里顶出来火猫赶到战场以后 这个板被对方拿一个无影拳躲开 这样老十一又死了 老十一又死了 老十一这场比赛的一个经济 真的是变成一五号位的经济了 人头是双方来到了十比十平 老干爹现在暂时是领先这两千的一个经济 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双方的一个视野方面 老干爹目前是在对方家的野区 有一个圣坛处的附近的眼 还有一个上路的线眼 下路现在是完全没有视野 对方的这个视野呢 现在是在 是在这里有一个眼 但是马上到时间 然后在肉山处有一个真假眼 在下路是有一个线眼 也是马上要到时间 游戏现在是18分钟 正好是假眼一个到时间的一段时间 看看双方谁先去补眼 谁先补眼 下一波的这个节奏点 应该谁就会占优一些 看一下摇地的蝙蝠 身上是一颗真眼 维多利亚身上没有眼 维多利亚这里出了一个支配 支配了一个石头人 支配个石头人是什么意图呢 多一手点控 石头人的这个点控的效果 其实 我觉得不如伤害来的时代 他这伤害真的很够 控制时间是很短的 钢背的装备方面呢 选择是在先锋盾以后呢 直接奔着灰奥去出了 准备用灰奥去处理一下 对方的这个幻象 钢背兽这个英雄 如果出完灰奥以后 自己的队友 有人能给他出个大点锤的话 他轻幻象的能力就爆炸了 当然了他也可以自己出 对方这里是插了一个眼 一张TP亮起来 带不走了 Jerax这里还要嘲讽一下 还要嘲讽一下 可以可以可以 老根捏的这一波进攻呢 是被对方的一个 放在地上的假眼 直接化解掉 那么OD可以顺势的 把中路一塔给拿掉 耗一下中路的二塔吗 选择要在圣坛处蹲一下人 看到对方有没有TP回来 在这个地方准备去收钱呢 你别说这还真有可能 老根捏现在这帮人 这个站位 真说不准要干这件事情 而且自己家里面 其实他们的假眼的视野 并不是很出色 就是看到了对方的这个火猫 这个假眼已经看到火猫了 中路这里回来的是一个钢背兽 这个猴子拿自己的这堆幻象 上来磨一磨钢背兽的血量 但你这堆幻象啊 你这堆幻象不要这么送 这个幻象现在很值钱的 30块钱一个 只有并列出来的这个幻象是5块钱 猴子其他的自己的灵魂之矛 灵魂之矛或者是神星百变出来的这个幻象 还是按照等级乘以2的给的钱 看一看OJ里边开悟 维多利亚飞起来 被对方举了 没有第一时间去飞 没有第一时间去飞 被捆住了以后 猴子一个灵魂之矛直接带走 维多利亚这个老是不是第一时间直接飞走 我觉得这个地方要是说反应快 如果这个地方要是说反应快点的话 应该肯定是第一时间直接转头飞走才对 这里这个神牛又是被对方找到了一波机会 因为这儿插了一个眼 看见以后呢 又是被带走 这个眼又管用了 这个眼有一个比较坏的地方 就是如果这块的野 这块的树没了的话 它可以看见野区 它是完全靠树在挡视野 这里一个板留住了蝙蝠 这个蝙蝠这儿稍微有点僵硬 不过好在Jerox这里并没有跳刀 这里乌妖过来 要干嘛 要干嘛 这个蝙蝠自己跳进来了 你炸一下 火的火还有一点时间 这边又死了 OJ这场比赛 OJ这场比赛非常喜欢去 在这个公屏里边发语音啊 这样OJ通过这几次的击杀呢 也是反超了经济 人头数来到了一个13比10 老干迪这段时间 这个节奏打得有点莫名其妙 他们现在实际上 是在等自己大哥的一个核心装 拉西克在出这个BKB的过程当中呢 是先转了一个飞鞋出来 维多利亚的装备没什么梦想 他出的是一个支配 准备是带着一个石头人去闯天下了 那么神牛的跳刀 是他们现在一直在等的一件装备 但是没有人去保护这个神牛 蝙蝠有了这个跳刀以后 由于是一个5号位 没有什么其他的梦想 赶紧去出自己的这个作业 然后去做推推 看看中落中落这个AME 这个AME你这么急火他 你这个所有的输出 S4大招也打在这个身上了 你这就是自己作死了 夜魔这个位置吃一拨猴子的输出 这里notel看一看 notel差一丝血 notel死了 你这真的就是自己做自己网上送了 哪有所有人的输出 甚至包括前四爷的一个大 都是单独打在一个钢背兽的脸上的道理啊 你单独打在这个钢背兽脸上 对方这个TS过来你怎么办 而且你所有人都打这个钢背兽 哎这个波哎呀有地 这波是为了啥呀 这么点血不走 有点莫名其妙啊 神牛这波打完了以后 终于把自己的跳刀买出来了 这里石头的进入一个CD 老十一这里还在跑 对方Jerox手里面是有一个板的 我这波没有继续去追 上路是 maybe一个人 把对方上路二塔直接拿掉 两个大哥送了以后是换掉了对方的一个 虽然也杀掉了这个钢背兽吧 但是钢背兽这波死对于节奏的影响不大的 他本身也是刚刚做出来自己的灰啊 死一波就死一波 而且这波死很赚 他换掉对方两个大哥 剩下的自己对手死的是死的个酱油 维多利亚这个野魔就被对方捶死了 蝙蝠最后这个被击杀属于是自己有点打的太跳了 想靠着自己的绿鞋去把血量回上来 但是被对方这个现眼看到了自己空血的一个状态 找到机会两个技能直接收走 刚被在灰耀以后的下一段装备也是踏踏实实的去做BKB 灰耀BKB的猪 讲道理这张比赛 钢被兽不出BKB也行 他接下来其实撑血量也是没问题的 撑血量或者是出那个 撑血量或者出冰甲都可以 这两个道具用来去处理猴子都是比较好处理的 冰甲的意义不在于能够把这个幻象A死 而是在于可以把幻象减速然后追不上这个钢被兽 他出BKB的话就是想充脸 出龙心或者出这个冰甲的话的目的就是在于可以恶心人 更成功的去恶心人 就得举一下拉希克 拉希克这个BKB出来以后第一波开出BKB 这要反打了 你这帮人凭什么跟一个有BKB的拉希克打呀 前四眼这位这也跑不掉 蝙蝠还拉回来一个火猫 这个火猫穿走漂亮这个沟赫 拉比克这个沟赫还是救命了 看一下神牛这个火猫还想搞事情 但是AME也赶到战场 AME自己往前一顶毫无压力 这不看一下拉希克身上BKB吗 这BKB出来以后就是自己往上送了一口 神牛跳大板 撕裂大地给 这个神牛没有蓝了 这里选择是吃了一发魂戒 给上一个板留住对方的猴子 而这个位置火猫过来以后被给上了一个沉默 拉比克手里还有一个板 再留一手 拉希克身上的蓝不太多了 这个维多利亚追的太凶自己要死 这不是要死 还是死了 还是死了 还好 还好有一个跳刀的拉比克过来给了个若哈能流 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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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比克还是玩的6 火猫的装备现在是一个风杖加上分钟面纱 加上一个飞鞋 下降装备准备做的是一个林肯 嗯 刚背兽现在的经济还是落后对方这个猴子呀 而且火猫的经济其实已经追上了很多了 前四爷的这个马格纳斯确实是他的绝活之一 装备方面选择的是跳刀疯 下一个准备做的是一个大做推推 马格纳斯其实现在还有一个价值还没有体现出来 这个随着自己队友等级的提高装备的提升 他的这个兽与力量所带来的一个收益会越来越的高 这也囤着这拨远古看给谁收 应该是给猴子收吧 有兽与力量的情况下猴子的这个成长非常不错 他的成长特别水桶 所以他的护甲攻击力还有包括血量都是比较好 那么这拨是直接收掉了非常多的远古啊 发财了这个猴子 这一拨远古收完了以后 经济直接是反超TS了 老跟爹这三个酱油的经济现在是稍微有点僵 那么这一关打一拨肉山 你们这个阵容打肉山的速度是不是略慢一点点 这个是主要输出要靠拉希克的一个恶魔吃令 AME负责给一个减甲 这里猴子的一个幻象时间还是比较长 这个是分身斧出来的幻象 看到对方在打肉山了 这个位置后排老干爹的几个人是开了一拨物 TS这里又是开了自己第二个我们赤量 接着去磨这个肉山的血量 AME是不是要考虑往前顶一顶 AME在里面继续去打盾 自己 你这个装备 又是只打到了一个S4 这个S4就只打到AME AME也看一下BKB也开出来以后 拉希克在人军当中一顿输出 这个蝙蝠的第一个拉拉住了猴子 给上沉默以后猴子死了 猴子死了 刚被选择买活 这样是一个二换一 只不过AME的这个买活稍微有一点亏 过来接着打了一个盾 打完盾以后 由于这个钢杯兽是刚刚买活的 所以也是选择把这个盾给了AME的这个钢杯 否则的话拉希克带盾其实是一个很厉害的点 当然了钢杯兽带盾就比较恶心 这样火猫的一个经济呢 现在是反超了这个钢杯 来到了全场第三 随着钢杯的这波买活确实 经济真的没少掉 要不然他这波不买活的话 应该是可以考虑在活了以后 应该很快可以拿到自己的BKB了 刚才Mayby是靠着自己的走位 躲掉了马格纳斯的一个大招 纯靠走位啊这真是 他身上什么位移装都没有 就靠着自己飞鞋这个移速比较快 下一个装备 Mayby这也是开始出一个冰甲 而且最关键的是冰甲快做出来了 TS这个英雄一旦做出冰甲来以后 会让对方没有BKB的单位特别特别的蛋疼 这个冰甲减速开始BKB直接追脸 没有什么办法 但是这场比赛OG的这个拉比克呀 Jerox的这个拉比克呀 从这场比赛已经打完的这接近30分钟来看 他的表现非常的完美 可以说这场比赛到现在为止OG还没有崩盘 经济能够领先 然后呢这个这一个T也踢着 沉默或者技能给上有没有 被缠绕 诶这个没走掉啊 那这也踢外边没有流魂 被给上了一个缠绕 刚才这个缠绕效果是招的这个巨魔给的 神牛这里一个板 留住这个猴子 找到了本体 直接交大马甲纳斯大招定住 漂亮 但是他这个马甲纳斯大招 又是只能用来掩护自己的队友撤退 老干爹这一波是利用神牛的大换掉了马甲纳斯的一个大 这个猴子这个幻象是有点蛋疼啊 坎兰的这个效果还是有点妖命 拉西克这里现在钱已经够出兵甲了 但估计应该不会现在买 他应该再刷一点钱就够买活加兵甲的钱了 还是要求稳一下 AME的装备距离自己的灰奥现在还差1000块钱 这波是自己拿了一个盾 自己拿了一个塔 自己拿了一个塔钱的话那就差的不多了 还差500多 又清掉这波兵看看直接上中路的高地 这个是拉西克没有流买 直接把兵甲做出来要上对方高了 因为前色也没大 双方对于大招的一个依赖来看的话 这个我去这个预判T沉默安娜被秒 68秒复活 而且这一波被秒红没有开出太多的技能 拉西克这一波开启自己的BKB 对方的猴子的第一套技能打出来以后 火猫还没有放买 Jerrox这波偷了一个没啥用的技能 一个卖冲星星他也不敢往上走 他还不是偷一个T或者偷一个G来的划算 这个马格纳斯还是没有大招 看一下乌妖的大放出来了 刚被兽这波身上有盾的 应该是要浇盾 应该是想好浇盾了这波 在前面顶浇盾 被对方打死以后前四爷的大招还有半分钟 Mayby的蓝量已经回的差不多了 毕竟20多个血精 这里顶回来这个钢背兽 我去这个顶漂亮 这波叔叔直接把钢背兽带走 但是老干爹这里强行拆掉了对方中路高地 神牛这个时候被对方打空蓝以后 Mayby这个T被对方躲开了一下 开一个兵甲掩护一下神牛 但还是没有能够救下来 这波Mayby对方还要追 前四爷这里开引刀 然后再等自己跳刀的CD Mayby这里应该是要进树林一个T开V 准备要反杀了 拉比克举一下这个蝙蝠 蝙蝠是被反杀掉的 掩护Mayby Mayby这里继续跑 夜魔已经是一张TB回家了 马格纳斯这里顶过来 一个风杖留住 看看BKBCD已经好了 BKB的CD已经好了 你们真的要打他吗 打他要被反打的 这个BKB开出来以后 飞鞋在CD 飞鞋在CD的话 那这波Mayby应该是死了 这波被对方留住以后 一波就自杀自杀自杀漂亮 Mayby这波因为有非常非常充足的一个准备时间 这波自杀也是非常的溜 这神牛跳大 毁灭三连没出来 毁灭三连没出来 这样呢TS秒活 来到战场 这个火猫飞的这个方向应该能预判出来 离的不远啊 边不是得推推拉住猴子 队友 一个漂亮 这里Mayby加上神牛 两手控直接连上 把NOTIO带走 NOTIO这个猴子也被带走了 Mayby又是继续是自己的无人能挡 下一个装备 看这个YES应该是要出一仗了 看这个驾驶是要出一仗 征路高地已经高破 那么现在经济方面是 老杆天现在只领先了1000出头的一个经济 领先的倒是不多 领先经济并不是很多 猴子的装备 猴子现在还是要出龙心 飞鞋分身斧加上散尸 然后出龙心 刚被兽现在BKB做出来以后 也是准备做龙心 这个刚被要是把龙心做出来 对方就真的有点难受了 你别说 龙心出来以后 刚被兽主要是 对方这些轻 就是用技能想去杀他 就不存在了已经 而且OG这个阵容有个很大的问题 没有人能出带银刀 马格纳斯可能算是一个能出带银刀的人 但是马格纳斯出了带银刀 到底有多少机会 能够让他用这个带银刀 破掉刚被兽的一个被动 是一个问题 另外就是这场比赛 你已经拿出猴子的情况下 刚被兽这个点应该说 本身啊 刚被兽如果不做这个灰药的话 其实刚被在团战当中的价值非常一般 但这场比赛AME是用一个灰药来填补了自己 在团战当中有可能会出现蓝量被打空的这个尴尬的一个处境 没必的拉希克兵家以后 下一件装备的A杖 现在也是快要做出来了 应该是要等一下他的A 这三波也收完 就够了 我们施令提前开了 由于现在身上的雪晶还有15格 三级大招用来轻野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虽然说三级大招很奢侈吧 用来轻野 但是速度确实快 神牛这里现在是跳大都有 而且是跳刀推推引刀 神牛的经济已经是追上来一些了 目前马格纳斯的装备是跳刀封杖 然后加上一个引刀 2000的存款 神牛比对方的这个身上装备相对比差不多 但是他没有存款 所以这两个人的经济差等于是没有 三号位的经济差在作战能力上面等于是没有差距 马格纳斯这边是留了一个买活 来看一下现在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买活 马格纳斯乌妖还有拉比克都有买两个大哥没有 火猫差1000多块钱 猴子也差1000多块钱 这两个大哥没钱买活是有点有点僵了 这里TS的A杖到手 是不是要考虑等一个盾还是直接上 肉杉盾还有3到6 还有这个最多三分钟 看看这个肉杉刷新时间是9分半 9分半的话呢也就是说双方现在还有各有一分半的一个和平切 估计这段时间应该是OG有可能会开悟出来打 现在老干爹就是抱好团 不要被对方抓落单 然后等一个盾就可以他的日上高了 TS没有留买活 所以他一定要去等一个盾 下一个装备TSJ准备是出一个跳刀 装备基本饱和了 AME的装备呢则是 应该是要等一个AME的龙心可能 AME的龙心加上这个TS的A杖 然后再去打一个盾 这样上高就比较稳健了 不等了吗不等了吗 这个地方有隐身的火猫 这个隐身的火猫 林肯挡一下有没有后续的控制 神牛强行控住 夜魔这里过来给上一个沉默有没有 哎沉默呢 夜魔的沉默似乎是给早了 跟自己的队友系统交虫了 前四野这里是一个引刀开溜 然后NOTEL这里是掩护一下自己的队友 用自己的环像 那这样的话 老干爹就亏了 老干爹这里交了很多的大招 但是没有能够杀掉这个火猫 感觉好 我怎么感觉好像刚才 夜魔的这个沉默 应该是给到林肯上了 刚才是推推破的林肯 还是夜魔的沉默破的林肯 我没有看清楚 感觉好像是 从技能顺序上来看 应该是蝙蝠的推推破的林肯 因为当时夜魔第一时间距离比较远 他是第二时间赶到这个火猫身边的 这波肉山团是分水岭 已经刷了 现在双方都应该已经知道这个肉山刷了 下路是NOTEL的猴子带线 3180点血的一个猴子 天赋方面看看中路 哎呀这个AME的钢杯兽 你们就不要想了吧 哎这OG何来的勇气主动进攻啊 这推回来这个钢杯兽 再举一手 你没有带领刀啊现在问题是 TS顶上来以后开一个兵甲 把对方所有人都逼退 这AME的钢杯兽 这一波在这个正面战场 稍微再拖一拖 可以把自己的龙心做出来了 下路的兵线被逼到了高地上面 有一个人回去要少一下 TS现在身上又是1900多的存款了 总资产来到了22000 AME的这个钢杯兽 现在距离自己的龙心 还只差200多块钱 马上就可以买出来了 哦马格纳斯大中三个人吗 看一下火猫加巫妖的这个大招 完美团老十一 加上AME的这个钢杯 还有蝙蝠三人全死 还有这个前四野这个马格纳斯 这波亮了 但是你们这波要上高地的话 我感觉都要被老干爹的买火打崩打 老干爹这里直接买了 直接买了 直接买的话也就是要逼对方的这个肉山团 这波肉山团应该是不会放 但是神牛没有买呀 神牛没有买 这个位置自己的这个熊怪 被对方看到以后都要反打 OG这波要反打 这个眼被对方看到了 看一下TS直接冲到战场中间 先过来怼一波对方的这个火猫 NOTEL现在是有点厉害 马格纳斯再顶一下 这个BKB开起来以后 钢杯兽加上一个TS 两个人在人群当中 直接带走了一个前四野的这个马格纳斯 这里再定一手 对方的猴子能弄死吗 差一下 还差一下 漂亮 钢杯兽的一个真字扫射直接带走 这里TS上来以后 哦这个风杖 这是谁的风杖 吹歪了 风杖吹歪了 但是火猫还是被干死了 这波团战打完以后 没必完成一波双杀 老干爹这波团战又是一个近乎完美团 近乎一波完美团 一换三 对方三大哥全死 几方只是死掉了一个5号位的蝙蝠 邪恶泰迪超凶我跟你讲 不是我没能明白OG是怎么想的呀 马格纳斯没有正面团 何来的勇气反打呀 你这个阵容是一个零爆发的阵容 你想要打赢这波团战就只能依靠马格纳斯的大招和这个乌妖的大招的完美配合 你刚才马格纳斯没有大招 你这为什么要去接一个对方双大哥BKB全有的这么一波团呢 这波是钢杯兽买活 所以这个盾仍然是给了钢杯兽 奶酪是放在了一个TS的包里面 这团不这个团不是竟然赢了 这个团是怎么打怎么赢 OG这波团他凭什么打呀 他马格纳斯没有大招 他在马格纳斯没有大招的情况下 OG这个阵容是一个零爆发的阵容 他凭什么去接这波团 我都没想明白 而且他在打的刚才这波团 对方两个人已经提前选择了买活的情况下 对方两个大哥的BKB都在 而且这个BKB出来以后没怎么开过 钢杯兽是一个10秒的BKB TS的BKB在刚才那波应该也是一个6秒左右的BKB 我估计上一波应该不是5秒 他很长时间那个BKB 凭什么跟他打呀 是拉比克偷技能 拉比克偷技能不存在的 拉比克偷谁的技能 你说刚才那波 老干爹刚才神牛没活的 老干爹神牛没有活 拉比克偷别人的技能 他偷了没用 他偷一个真次扫射吗 难道 他偷一个真次扫射 还是偷一个蝙蝠的拉 他偷技能没有异 他没有战斗力的那一波 他只有偷到神牛的技能以后 才能去确保自己的队友 能够有足够多的这个爆发和控制 偷不到神牛的技能就下呗 偷个鼻涕还行 对 偷个鼻涕也行 偷个鼻涕自己知道真相的我眼泪流下来 这个破林可 哎呦 这个地方太着急了 太着急了 不过这个地方不着急也不行 因为对方这个火猫明显的就打算是一个T 然后直接传走 一个T这波兵已经没了 火猫在有兽力量的情况下 这个无影拳的伤害还是蛮高的 下一个装备火猫也是准备去赶紧吃输 然后赶紧要升25级 想要赶紧把BKB做出来 下路高地AME往前一顶 龙心的这个钢背兽 你现在只能拿这个幻象稍微拖一点时间 钢背兽这个蓝量 这个蓝量 这个蓝量 这个蓝量稍微悠着点 虽然说有盾 但是你这个 你还是有用的呀 少年 这马格纳斯顶回来 AME现在 你看这个因为血量太多 你在没有足够高法系爆发的情况下 你打不死的 蝙蝠这拉一手 拉住的是对方的马格纳斯 神球跳大 三连 巫妖这个大招放出来 马格纳斯顶住 漂亮 这波老干天感觉要团灭 两个大哥BKB顶出来以后 这个拉希克的奶酪 为什么不拿出来 被对方直接弄死 妖怪般的杀戮被终结 AME身上的盾还没有胶 但是你看这个猴子现在打不动了 拉希克选择买活 有飞鞋 飞一下下路的兵线 飞波下路兵线 这波还是要推 对方的马格纳斯也有买活 这是 偷到了一个神牛的板 神牛的板 还是有点 你看你看打不动 打不动 只要我没蓝 你就打不动我 这得举一手 还要上来砍 你砍不动这个钢背的 你的输出全要靠这个钢背 有蓝才能打得出来 拉希克冲上来以后 一个兵甲被对方偷到这个板 又板了一下 夜魔被对方集火 打一波 AME身上的这个盾要交 拉比克的下一个 这个拉希克的下一个BKBCD 已经好了 这里破一下林肯 开着自己的V 开BKB人均当中 怼一波 再一个T也踢中两个人 钢背兽 活了 站起来以后 Jerox这里一个板 把这个路封上 TS的BKB结束 但是火猫这个位置的血量 有点虚 神牛再往上追 还是被炸死了 巫妖第二个大招放出来 这里 TS被对方顶过来以后 一个T 第一时间没有死 第二时间被猴子 赶到战场以后 直接切掉 但是 刚被兽在哪 刚被兽 还在这个高低下面 再继续去打 夜魔是在另外一侧 被对方两个人留住 蝙蝠赶到战场 两个人拉住这个火猫 能不能打死 漂亮 火猫买火死 火猫买火死 AME这里开启了BKB NOTEL在人群当中 利用自己的幻象 不断地在追着对方 一帮空蓝的人 发现打了半天不掉血 自己很捉急 但是没有什么卵用 这个时候 开始过来切AME的钢背 AME的钢背兽 这波又要被打空蓝了 又要被打空蓝了 但是打空蓝 也就意味着这个钢背兽 你又打不死了 那么这一波高低战打下来以后 应该说老干爹还是比较亏的 这波其实 虽然说这波是干死了对方的一个 干死了对方的这个买活的火猫 然后又干死了一个拉比克 同时逼迫拉比克的一个买活 自己只是死了一个 拉希克跟钢背的一个盾 但是拉希克实在死两回 拉希克是靠着自己的血精石 活得很快 第一波没有买 买活 也买了 这个应该是结算的时候 这个上一波拉希克的那个时间太长了 拉希克我记得是买活过来的吗 拉希克也是买活过来的话 等于跟双方这一波团战打了一个55开 这还要继续打 火猫还没有活 火猫上一波买活死 复活时间120多秒 这等到了自己又是一波进攻 AME的这个钢背兽 这回就真的有点处理不了了 果然是开始自己出大雷锤了 这场比赛 其实钢背兽在面对对方猴子的时候 最好的选择就是自己出个灰 然后队友给掏个大雷锤 这是最理想的选择 拉希克这里用自己的兵甲 再用自己开大招 开大招 把这个幻象炸一炸 AME一个人在上面 再拆这个高地塔 高地塔高破 猴子再给上一个T 再拿幻象出来打 你说就这种猴子 你既然完全要依靠自己的T去输出 你为什么不做个A仗 你4000写的猴子 你把这个东西卖了 你之前你不要去出这个 你没有必要出这个大引刀 你出这个大引刀你也打不动这个钢背 你为什么不出个A仗 你出个A仗 你出个A仗 创造幻象速度快很多的 既然你本体冲上去以后 我根本就打不出来什么出出 你做个A仗 拿A仗去创造幻象的速度 那是质变装 那真心是质变装 这下路高地还是没有拆掉 那么老干爹估计要等到下一波热山盾了 下一件质变装 这个钢背兽把大雷锤做出来 然后蝙蝠的装备就不用收 神牛这边也没有什么要做的装备了 拉希克再更新的话 好像也没什么可更新的装备 其实拉希克这个跳刀做的我个人感觉一般 确实可以增加他的操作空间 还有去调整走位的能力 但是拉希克这个英雄 大部分的时间不是靠走位去输出 他大部分的时间是要充脸去输出 其实他还是做一个零工心 可能感觉来的更划算一些 个人意见 个人感觉这样比赛可能是 零工心可能会选择上更好一些 或者是蜂胀也行 有一个蜂胀这场比赛对于拉希克来说也是个办法 看见买活方面目前钢贝有买猴子有买巫妖有买 那么快有买活的现在一个都没有 一个都没有 最快的现在都是在CD当中 三分零五秒的TS 这个是最近的一个买活 每一个人的买活时间都是在三分到四分钟之间 最长的是拉比克 三四分出头 拉希克这一下来又清掉一波兵 四千三的一个存款 确保自己下一波有买活 而且刚才TS在上一波团战当中 他的接第一波团的时候 他的这个奶酪一直是放在自己背包里面 他没有吃 钢贝兽这里 诶 这个秒破误 繁衍有没有 插出一个阵眼看到这个猴子的真身了 这里有一个板留住本体 这里队友给上一发推推 看一下蝙蝠跳上来 被对方一个无妖的大招 加上技能的马格达斯 又是一个大定住三个人 但是这哥几个全有BKB TS这里吹风 被对方吹起来以后 落地以后 火猫再给上一个TS 扔一个魂上来 要强追没必吗 这里给上一个板 再加一个大招 这个大招空了 这个大招空了 神牛这个大招空了 AME现在没有人理他 没有人理他 TS已经是快要到家了 AME自己一个人在前面等着 AME有买活 对方要想杀这个AME 还真是很累啊 这快被打空蓝了 打空蓝了以后 这里队友给上一发推推 大引刀还没有用 大引刀应该是要等 把对方这个蓝打空以后 磨到大概三分之二左右的血量 再开 但是这个钢皮兽表示自己 一点都不疼 一点都不疼 Maybe还是跑得快 Maybe还是跑得快 这波老干爹真是捡回一条命啊 对方这个 来看肉山肉山还没刷 这是一个九分半的肉山 神牛的这个大招空了 对方马格纳斯的大招没有空 但是也已经进入到了一个CD 其他比较关键的大招 巫妖的大招一分钟一个 这个肯定是CD已经赚好了 看看这一波团战 插一个眼过来 夜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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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死 对方是先弄一手 这个蝙蝠蝠蝠蝠 蝙蝠这里又没有BKB 神牛一个板 一个推推救一下 但还是被对方直接追死 蝙蝠没有买活 这个夜魔也要死 夜魔也没有买 比赛一个一副要被对方翻盘的尿性 这里一个大引刀打出来吗 大引刀打出来以后 看看开启BKB 神牛在后排想去秒前四 也没有成功 TS这个时候赶到战场给输出 先弄死对方拉比克 这个拉比克死了很关键 Flight这个乌妖跳刀过来 再给上一个C 开着C 一个G 直接把对方的乌妖带走 Flight超越神的杀戮 这什么时候超神的 我都没有注意到 这个乌妖 刚没说 这个位置被对方打空蓝了 TS冲进人群当中 开始给输出 但是自己也要死 自己也要死 还有17秒 买火神牛 这个跳大关键了 但是NOTEL 这波仍然是干死了 一个Maybee的TS Maybee这波是达成疯狂杀戮以后 被对方打死 这样这波团战 双方最终 是打成了一波四换四 活下来的是 一个NOTEL的猴子和一个神牛 神牛 刚才最后的这个跳大很关键 不过 没救下来TS TS刚才也没有自杀 刚才如果TS自杀的话 就赚了 TS是一个很大的人头 他刚拿到一波疯狂杀戮 身上挂着一个猪灾比赛 如果是自杀的话 不会让猴子拿到这700多块钱 NOTEL的这个猴子下件装备做的是 准备出 没出啥 宝石也都掉了 两个摇地买的宝石都掉 猴子 猴子来打盾 你这个就是有点自己找不痛快的感觉 猴子打肉山真的是有点自己找不痛快的感觉 猴子跟幽鬼这两个英雄都属于是 这个老牌强力后期 然后就是打不动肉山的这种存在 这个本帖被发现了 开一个分身 被拉住吗 举一下 Jarex这波亮了 但是被沉没以后 炸一下拉住 猴子有没有买 猴子是有买活的 这波 猴子买活 这里再接上一个T 直接干死 猴子这波要被迫买活了 应该 猴子如果不买的话 老干爹这波就可以坦坦地打一个盾 大杀特杀被终结 没必拿到这个人头 买活方面下 TS有买 呃 刚被兽买什么了 刚被兽把大雷锤做出来了 没有留买活钱 哎呀 咱俩这一准备下这装备更新的是一个飞鞋 看看摇地的这个蝙蝠 站在这个地方把对方的雾给破了 把对方的雾给破了 对方 哎这个 这个判断的TC没中 他判断对方这个T的位置没有找到人 那这波开户被破掉以后呢 老干爹这也可以他的诗拿到这个肉身盾 刚被带盾 那么TS带哪 这买了 神牛一个版 看一下夜魔飞起来以后 破掉林肯以后 陈某能不能给上 哎火猫 噢噓 你这个啥意思火猫 还再飞一个会儿吗 没有飞过来 被对方拉住 火猫有没有买 火猫没有买活 火猫没有买活 这个乌妖一个大招 飞过来以后看看撞几下 老干爹这帮有BKB的全都开起来 开始往前顶 安娜也开起了一个BKB 安娜的一个BKB很关键 这个是一个10秒BKB 神牛选择买活以后 看看猴子的输出 NOTEL这波在正面战场 本体还是不敢往上打 出了一堆本体输出装 本体不敢往上打 安娜这里林肯被破掉以后 往回飞一下飞得不够远 不够远 这个踢住以后火猫没有买活 猴子也没有买活 猴子这波是买活出来的 Fly被击杀掉 老干爹这波势如破竹 直接冲到脸上 把对方摁在了泉水里边 开始拆基地了 开始拆基地了 老干爹这波进攻 直接把我自己打崩了 你这猴子出这个装备啊 我真是 得顶回来一个老11的神牛 老11自己开了一个推推 然后开一个引刀往回溜 自己的队友得开心的在拔门牙 门牙拔掉以后 开始拆基地 这样的OG应该马上要GG了 老11给一个板 再拖一点时间 维多利亚也过来恶心一下对方 这里安娜打出了GG 恭喜老干爹 在双方第一场比赛当中 也是获取了比赛的胜利 这场比赛应该说 这个猴子这个英雄啊 这帮职业战队打比赛用的 我也是 我也是弄不懂 我真的是也是弄不懂 好吧 那么这场比赛 这个OG嘲讽了一整场以后呢 也是直接被给按回了这个泉水 按在泉水里面出不来 眼看着对方拆自己基地 那么落下了帷幕 好吧 这样的话双方的第一场比赛 就给大家做到这里 咱们稍时休息 稍时休息一会儿 然后给大家去录第二场的比赛 我是三小大叔 咱们直播这边继续 录播先到此 展高一段落